我闺女这 稍微穿一点跟着跟模特似的 一刻显着妈那么矮小 怎么样 我听说挺好的 那孩子说 一表人才的 你觉着怎么样 你都听说了还问我干吗呀 昏珍阿姨和顺华阿姨 应该都给你购包了吧 不是 也没有 他们就简单说了几句 就说看那样那小伙子 人挺不错的 昏珍阿姨说的 挺好 其实还行 那他就给 嫁闻姐留着吧 不是 你这孩子 你这怎么是怎么说话呢 这大伙都为你 人我也见了 我就是 三个字 不合适 不是 怎么不合适 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你们俩一块 做了多长时间 你就觉得不合适 十几分钟呢 十几分钟你就觉得你了解人家了 就觉得人家不合适啊 就做十几分钟我就已经觉得不合适了 你就知道有多不合适了 你这孩子我发现你 你这也太武断了 你 不是 人家是不是形象挺好 我听说长得 说那形象那样比何安宁都帅 不是 不是 不是的 我没觉得他比安宁帅 好好好 你们家安宁最帅 浓眉大眼 一米九二 行了吧 别人比不了他长相 一般人吧 起码 是不是 凑合看 凑合看 然后呢 人的工作 职业 都不合适 哪儿哪儿都不合适 至少爱情观 价值观都不合适 你十分钟跟人聊什么 爱情观 价值观了 我听听 你这就再待那么十几分钟 你三观 你 你全明白了 给人家 首先他应该是 据我观察 他应该是有女朋友的 不可能 太多 人家子俊说了单身 未婚 有女朋友 他是未婚 但是人家说了 只要他未婚 他就可以随便交往女朋友 你觉得 你觉得这样的 还合适吗 不是 你听我说啊 首先 我不认为一个男的 一个正常的人 一上来就告你 我有多个女朋友 我不信 其次我告你 顾佳一 一个男孩子三四十岁了 能吗 没经历过女朋友 要是他三四十岁 从来没有过女朋友 我觉得可笑 你接着他呢 我会觉得这人有病 你为什么现在就跟着 你帮他说话呢 不是 我没帮他说 不了解人家 我也相信了 我今天说是特别漂亮了 我也 咱俩不吵架 好吗 你也用不着委屈 妈是为你好 三十了 转家 是不是 咱必须得把何安宁这事 给断了 先搁一边 因为他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就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事 咱就不能做 没有时间了 现在呢 你就得接触新的人 接触新的人就不能武断 不能你就觉得自己 一上来你就是抵触的 坐在那儿你就看着人家 你就不顺眼 就是 你委屈什么呀 我 我已经去了 是不是 你们让我相亲 我已经相亲了 我觉得我做得可以了 那我认为不合适 我还不能走啊 以后你不想去就不去 好不好 我们不给你相亲了 你是不是就这意思吗 大家本来都是好心好意的 你这干什么 你这还弄得委屈巴拉的 你这孩子 我妈好像回一个 我们俩还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 咱们俩要小心点了 夏依 要不然 咱们结婚吧 你说什么 我说的 结婚 为什么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 你之前不是不想结婚吗 你不是恐婚吗 怎么突然间又要结婚了呢 不想你那么那么办 更不想看你受委屈 那算了 还是不结了 为什么呀 你之前不是挺想结婚的吗 是啊 我是挺想结婚的 我为什么想结婚啊 我是希望你能够愿意跟我结婚 想和我在一起 想跟我结婚而选择结婚 不是为了觉得怕我委屈 怕我为难 才想跟我结婚 如果是为了顾忌我 迁就我 那样两个人在一起不会幸福的 你怎么知道 那没准以后我就特别适应婚姻生活 我过得特别好呢 所以你就想试验一下 那有什么不行 你觉得可以吗 不是 万一不合适呢 离吗 到时候什么样的处境想过吗 两个人会很尴尬的 两败俱伤 不是 那除了二婚的一半 其他谁结婚不是一场试验啊 谁知道以后过怎么样 安妮娘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不管是 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一起 我们可以不结婚 不要给自己压力 也不要怕我委屈而迁就我 我愿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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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王 进来 这么晚你怎么没回去啊 我这不是活儿干完了 想回家待着也憋得慌 在这儿喝点啤酒 坐下 你想不想喝一杯 我给你来一杯 行 坐下 我有一好朋友叫慧珍 特别爱喝啤酒 尤其这种黑啤 我呢 就得店里放 家里放 得让她走哪儿都有酒喝 本来我不爱喝 结果弄得我现在也跟着喝上了 我给你打 你女儿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算不好 知道 就那样 我刚才还在这儿想 你说这孩子大了 对父母来说真没意思 小时候我闺女长得可漂亮 两个大眼睛 走到哪儿人都问 那话这是你闺女啊 我说对啊 可得意了 什么事回来都先第一时间跟我说 妈妈 怎么怎么样 现在好大了 什么都不说 心里有数 真是没什么意思 不跟你说了 不跟你说了 你又没孩子 我好跟你说孩子事该 咱喝酒 来 自己借看